欢迎来到芭芭娱乐亚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神雕刘亦菲流离诚意 古装打戏最洒爽的两人 说到古装电视剧 里面最常见的就是打戏 但要说能把打戏拍得行云流水 一气喝成的真的不多见 小编最喜欢的打戏就是 神雕侠侣里面刘亦菲饰演的小龙女 和琉璃忠诚意饰演的雨思凤 动作干脆利落且姿势优美 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刘亦菲的小龙女 小龙女的出场方式当真是惊艳了无数众人 感觉她就是从书中走出来的人物似的 冰清玉洁 冷艳高贵 初晨不染 好似天仙下凡 静如厨子 动如脱兔 一袭白衣 长发飘飘 当然除了颜值高之外 她的打戏更是一绝 剧中她的小龙女的武器就是白绫 这在古装剧中应该是比较难掌控的一种 不但要有力量而且要好看 对演员的要求非常高 刘亦菲的小龙女完成度非常之高 说到男演员 有不少的古装男神 但说到打戏 小编还是认为成义饰演的宇斯凤最是好看 打戏真的是游刃有余 果断干净 萨爽感觉扑面而来 剧中的宇斯凤有不少展翅的戏份 但不得不说她将这个感觉拿捏得非常到位 每次展翅的完成度很高 这种无实物表演手到擒来